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来看看欧洲 在布林肯访中之后 现在马五月重头戏来了 习近平马上就要到欧洲去接连的访问 其中德国一个最新的消息公布是说 德国政府原先计划要加强监控中国在当地的投资 刚刚不是讲了吗 美方就要监控 不让中国大陆投资太多在这里 可是现在正准备考虑松绑 以免冲击到柏林现在重振经济的计划 凸显德国经济对中国的经济投资 是依赖相对深很多的 而布林肯跟萧之访华凸显差别 那当然布林肯在中国面前一直是来感觉吵架 所以直言不讳 所得到的待遇也没有太好 那尤其是恶物问题 但萧之对中的语调更具所谓的和解性 做法也不同 当然他的位阶也是更高 而习近平访法国的前夕呢 被说在王毅的部分公开的表示 希望法国推动欧盟继续奉行积极务实的对中政策 在预告什么 预告接下来跟欧洲要有更多的合作跟务实 甚至这个时候中国的一些媒体上特别报道了一段故事 戴高乐家族三代跟中国人民的友谊故事非常的温馨 包括这个环球时报发表的 戴高乐家族从小有摄影师迷 还有是中国故事跟旅行经验的影响 对中国很迷恋 他的属父呢 属祖父呢 是法国前总统戴高乐 是1964年首位跟中国建立外交的西方领导人 被誉为中法的友善使者 也就是说 我们两国的交好是有历史渊源 阿公的阿公 就跟我们很好了的概念 所以意思是说 双方可以有更多友善的合作跟交流吗 那当然急着要各种交流跟这个进口商品的 还有澳洲啊 本来上次我们就谈说 准备澳洲龙虾被开放了 红酒已经开放了 龙虾是不是准备开放了 结果现在好像还没 但今年3月的时候 中国中止对澳洲葡萄酒的反倾销税 龙虾好像还没有正式的公布的时候 如今已经被取代了 古巴龙虾已经抢占了大部分的市场 如果龙虾澳洲再不解禁的话 恐怕要进去也抢不到了吗 那欧洲也是一样的概念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中国的葡萄酒 葡萄酒当然大家都知道是以欧洲 甚至几个法国 主要市场西班牙都说了算 但没有想到在宁夏国际葡萄酒的交易博览中心 最近有一些所谓的期货投资管理公司 中国的葡萄酒也第一次可以进到这个交易市场 那来自于哪里呢 山东北京 烟台这些地方 有新疆 这些都是主要的葡萄酒盛产区 就变成它也产生了自己有一个永利中国特色的葡萄酒奖 所以显然在欧洲也不只是葡萄酒由欧洲独占凹头 中国大陆也开始对于这些相关的生产产生的影响力 那么另外再看看其他国家呢 日本车器 当然碰到很多困难 它的电动车的发展走在了后头 所以抢占竞争的这个角色当然比较落后 那在寻求苦战啊 还要跟中国大陆IT业合作吗 突破困境吗 马斯克最厉害了 默默很低调的 突然访问了中国大陆之后 还见了李强 他还甚至很多的话术上面讲得非常的柔软姿态 他说他是中国的超级粉丝 特斯拉上海的超级工厂 是他全球工厂里面表现最好的 我们愿意跟中方进一步的深化合作 就是因为这话都讲得非常漂亮又好听 讲到新凯然里去了 所以马上就有各种开放政策 马斯克说他寻求中方在中国 推出全自动驾驶软件啊 马上就说这些所有的数据 跟车型安全资料要求 都有中国汽车工程协会公布 完全符合 也有利于全面解除特斯拉的进行限制 是目前唯一得到符合要求的外汽 所以马斯克这招显然是有用 因为被说好话说尽了嘛 不然特斯拉现在在这次北京车展 还没有车位呢 没有位置可以展览 上次展览已经是2021年的事情了 亮哥当我们看到 在往欧洲发展的中国大陆的政策来讲 其实德国已经跟法国一样在微调了 德国恐怕是没有办法啦 因为他经济非常糟糕 去年是富的 那今年现在算起来是零 所以你怎么可能 因为他跟中国贸易是欧洲第一大 所以你再怎么样也要现实处理这个问题啊 那倒也不是习近平对肖子特别好啦 因为肖子毕竟是国家领导人嘛 布林肯不是啊 如果是拜登去也是会有这种镜头的啦 事实上他特别接见布林肯也是给他面子了啦 不过我是觉得 因为接下来你可以看到中那个习近平那五月要出访 塞尔维亚匈牙利跟法国嘛 各有亮点啦 塞尔维亚他要去当时南斯拉夫被炸的中国大使馆去悼念 那大概要表达一些政治的看法啊 这就是北约的控诉啦 当然是美国为主啊 那匈牙利听说要投资电动车的那个零组件 那这个是林德时代之后再一次又在匈牙利落地 那法国我看就是会带个礼包去了啦 因为他要跟法国谈蛮多事情的 因为中法法国毕竟是五常之一嘛 那中国大陆也希望能够鼓励法国更独立自主啦 那中法的贸易其实很少 不到八百亿 所以他有很大的空间 因为中德的贸易大概接近两千啦 俄罗斯都已经两千四了 所以法国没有理由贸易量那么低啦 所以我认为他会做求给他啦 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大概就允许他进口了 比如说农产品啊之类的啊 自从中国大陆在选择欧洲的国家是很有策略的 他就是知道有一些国家大概比较有自主决定的可能啊 那他选定的就是法国嘛 西班牙 然后德国 那前一阵子李强还去了瑞士 然后还有荷兰也去访问中国 那接下来那个意大利的Moroni也急了 怎么大家都去了我没去 所以他七月要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的策略啦 就是他至少要跟欧洲交好 那对比美国的武力取闹 我觉得有点故意啦 那至于这个澳大利亚的龙虾 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结果 因为澳大利亚感觉上 还是积极的在搞AUKUS 那又要把日本拉进来 然后又再跟美国做演习 这个中国大陆当然会有人不爽啊 那古巴呢 古巴现在是跟中国的关系 看起来是要往上拉啦 因为最近他那个武装力量 政治部主任刚去中国访问 所以我感觉中国是刻意要拉他 就是以后如果要制衡美国 到菲律宾搞一些有的没的 那中国就到古巴也搞一些有的没的 所以感觉是有一些策略性的因素在考虑 那至于李强喔 事实上他没有出席北京车展 是因为自残行贿啦 他根本没有新的车种 他参展的鬼啊 你说参展不是被人家比下去了吗 北京车展有110多种新的车系出来耶 特斯拉几年的就那几样啊 永远都长那样子 你好意思参加吗 所以我说他现在真的是碰到了极大的危机啦 虽然说这个他去了 然后那个中国的那个汽车的工业相关的协会 通过了他一些东西啦 可是他要求要把自动驾驶的数据啊 可以输送到境外 也就是输送到美国来做分析啊 这个坦白讲是很敏感的啦 因为你也知道自动车它是会收集影像声音 还有街景通通都会录下来啊 那你把他收回去美国 我怎么知道CIA会不会来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不容易耶 所以我不知道啦 反正通常这种你要来参加人家的自动驾驶的这种测试嘛 那照理讲收集到的数据恐怕都是各国保管啊 那他有点要搞一个国际中心啊 所以我通通都要回送到美国 我觉得这个有一定的困难 恐怕也不是说是超级粉丝就可以的 他现场 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有关的报道 他分析了德国总理肖兹跟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他们到中国大陆的时候 不同的一个态度啊 那这一篇是德国明镜周刊的报道 他认为德国的总理其实是一种奉承 那美国的国务卿是直言不讳啊 那事实上来讲肖兹为什么要奉承呢 他之前是这样吗 不 他之前不是 在2021年的时候 他其实也想要对抗 中国大陆的一个影响力 他那个时候准备一个新的投资监控法案 准备要管制相关的量子技术 精密半导体 人工智慧 以及关键基础建设 这些的投资 但是所有的德国大企业撑不下去了 那撑不下去之后 就当然他们会影响到了这些大的公司 他会透过政治现金 透过政治影响力影响到肖兹 所以肖兹现在他只能够很那个非常的 对于中国大陆释出善意 但是事实上来讲我们来对比每一个国家 他都有经济的相互依赖 他为什么会相互依赖 因为每个国家的自然资源不同 人力资源也不同 我们来看看当初中国大陆铺陈了中欧班列 也就是中国大陆产生了各种的零组件 然后资源到了德国 然后透过中欧班列到了德国 德国做成了各种的 无论是精密机械 无论是豪车 Benz或者是B&W 再回销到中国 那这一个也就是我们讲到说 有关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相互依赖 但是我们来看到说 有关于这个疫情之后 大家都讲要把以前的这种长链 打成短链 但是我们无论是从德国 或者是未来的法国的身上 我们都可以看到 这样其实是不成的 为什么 因为经济 每个国家的自然环境并不一样 而且人力的基础建设不一样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现在中国已经成功的进入工业4.0 什么是工业4.0 也就是人工智慧控制机械守备 然后每一个产线它要更换 为什么 我们在谈中国的这么多的电动车 它的生产线如何制成 只要这个AI30分钟重新制定 它就可以生产另外一种车 这个就可以制成多样而少量的车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无论是比亚迪或者是各种的车 就是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为什么这么多样式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中国大陆 已经进入了工业4.0 而取代了德国 兵哥当然中国是一个广大的 可能是个竞争者 但它更是一个更大的市场 所以在美国的策略是要对抗 但是欧洲国家可能不一定要做同样的做法 欧洲没有一定要跟中国大陆对抗的理由 所以对欧洲来讲 毕竟中国大陆的市场对他们来讲 还是非常有诱惑力 而且还可以开发的地方还很多 所以他们当然对中国市场寄予厚望 那肖智这次根本就是被那些企业家 全部压着他走过去到中国大陆去了 所以他当然态度会比较软 但是我觉得这个回报也是蛮丰硕的 习近平就会承诺愿意 对他们某一些优惠的条件 或是开放让他们更多的一些企业的方便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好处的 实际上中国大陆的策略 现在目前很简单 只要你对我示好 你不要就是对我太针锋相对的话 他都愿意对你做出让利 或是大家能够更深化彼此之间的经济交流 他对法国也是这样 对德国也是这样 我觉得都差不多 那澳洲当然就因为 澳洲表面上好像一直要跟中国大陆和解 可是实际上 你又跟着美国一路这样走 那甚至南海你也要来参应咖 然后很多东西你也是 好像一方面又要跟中国大陆做朋友 另外一方面又要跟着美国 一起在那边摇旗呐喊 那对大陆来讲那我就不急 因为你都不急了我为什么要急 我就慢慢来就好了 对啊就是这么浅滩的一件事 那至于说他的龙虾会被取代 其实古巴是那个眼斑龙虾 跟澳洲的天鹅龙虾 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那就看市场口味的适应性 我们台湾就是用澳洲的天鹅龙虾 我们的市场跌入度是很高的 那古巴龙虾听说更便宜了 所以这个市场竞争压力也蛮大 那至于中国大陆葡萄酒 其实葡萄酒现在在全世界各地 都芳心慰爱 很多国家包括你看 你最近常常经常转换 像南美洲有一阵子很红 智利什么也很红 澳洲的葡萄酒也很多 很多人很喜欢 那中国大陆有很多地方可以生产 他当然也会尝试的去栽培 那至于说马斯克这个东西呢 其实马斯克现在真的面临重大危机 因为他的自驾系统 被美国经过三年的检测认为 是有重大安全缺陷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如果中国大陆能够在这边提供市场 让他去收集数据的话 当然对他来讲是一个 才活得下去 对 可是问题是 就跟亮哥怀疑的一样 我不认为中国大陆会直接把数据给他 我认为恐怕中国大陆是说 你想要数据可以 是经过中国大陆那边筛选之后的数据 才会给他 因为你全部让他直接把数据 直接送回美国去 我想这个是国家安全的问题 大陆应该不会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好 接下来看看在俄乌战争 还有以色列的尾巴冲突等等 大家的情况一直每天都有变化 例如俄乌战争当中 被新闻报道出来是 东部前线 乌克兰整个局势非常的恶化 那么武装部队总司令公开的讲 我们已经被迫从三个村庄进行战术的撤退 俄军接下来可能会怎么样 几个礼拜之内就会在战术上大有斩获 使用被包围的第115旅 跟104TRO这两个营队 几乎就在这个地方准备投降 15旅是被说是被丢去这个战线的 发生集体的 因为抗命就被处罚的概念 就集体溃散抗命 丢在东南边的营队上 被孤立没有资源 而104旅原本不在这个线上 被单独派去战术支援 就一样被困在现场 那问题是美国不是通过了法案吗 要支援它包括武器吗 但这个时候如果乌克兰真的 一直几个几周之内有大的变化的话 当然对拜登不利 所以美方相信也很担心 但美方担心要怎么帮助 他的小老弟盟友呢 买老爷战机吗 这个是美国传出来的消息说 狂买超过80架战机 是哪是半计 是米格阿31 其他这最旧苏凯24 这些被说是老爷战机级的苏联老战机 买了81架要干什么呢 说要给乌克兰用的啦 那基辅邮报推测 会在乌克兰服役 俄国媒体甚至分析 乌克兰恐怕会使用苏联的旧战机 对诱饵 乌克兰其实人家希望是美军的新战机 当然不想要这些老战机 那美方说好是说 因为乌克兰的士兵比较习惯用苏联制的这样的机型 所以准备了这些礼物要给他们啦 那显然对于战士恐怕帮助很有限 那另外呢 中国大陆这边的出手是针对于俄罗斯 当时不是输到欧洲的这个北溪的管线 被炸吗 到底谁干的一直没有真相 那么耿爽就在安理会审议北溪问题的时候 公开提出来说 这个事件已经爆炸超过18个月 影响当然欧洲国家很深远啊 但是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调查结果 他呼吁要及早启动联合国牵头的这个 国际调查小组还原事实真相 怀疑另有隐情 谁干的呢 当时有各种版本嘛 英国美国什么各种都有阴谋怀疑论 而美国现在威胁要制裁中资的银行啊 那中俄贸易被说已经开始反而转到地下来进行结算 那当然就可以规避相关所有的调查咯 或者是制裁咯 那中东当然更是现在拜登在选举上的一个软肋 美国的美国跟埃及说都拦不住的是以色列和谈前几个小时 本来促成要和谈了 又空袭的拉法 造成13人以上至少这样的死亡 那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就说 其实只有美国能够阻止以色列啊 加上走廊南部边境这个拉法市 还在被各种的攻击技区当中 为什么美国不做呢 事实上胡塞武装的攻击部队再次声称 击落了美军的无人机 这个无人机是被说很厉害的死身无人机 就连美军也证实了这个消息被打下来了 但是中东国家已经快要跳脚 受不了这场战事再去脱下去 所以夏威亚拉普的国家峰会上 跟美国的代表 包括布林肯当时也在场的情况之下 就大骂 直接这个语气非常严峻的批评 说世界辜负了加萨 那布林肯呢 虽然号称要致力于停火事宜 5月1号也要到以色列约旦去啊 但问题是 党在巴勒斯坦人民跟停火之间的救世哈马斯 仍然强调要把哈马斯除掉才行 但那怎么可能有办法除掉 在两难的情况之下到底怎么做 那现在国际刑事法院说要发出逮捕令 因为违反战争罪嘛 所以以色列媒体就报道一个消息哦 那坦雅胡有点紧张 很怕真的这个国际法庭要把他抓起来吗 所以还不停打电话给拜登 叫拜登去阻止这个事情发生 但问题是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呢 罗马规约的124个缔约国家里面 就是没有美国跟以色列 那所以到时候会不会真的反而不小心被逮捕起来 离开国内的话 总之现在在俄乌战事看起来是对乌克兰相当的不利 随时战争都可能结束吗 亮哥 对所以布林肯才急得去中国啊 就说我即使给你610亿 我也不确定你能打到11月啊 因为还有很久耶 而且俄罗斯确实正准备要做大反攻 因为最新的证据出来 就是在杂坡罗斯尔上面 乌克兰已经组了一个27公里的防御公式 那他们就知道俄罗斯要打上来了嘛 所以这个只是其中之一啊 就是他弃手 那其中有一个旅据我了解是自己瓦解 那甚至听说他现在士气真的是不好嘛 所以有督战队 结果督战队被打死 然后集体投降 所以美国真的担心的就是这个状况 就是说我给你钱给你武器 结果你们打不下去 这个有点类似国民党最后那一年啊 在大陆啊 事实上三大战役国民党还打得有模有样的 那共军渡长江之后就一片大乱 溃散嘛 我觉得美国现在就是最担心这个状况 因为事实上了解战争的人就知道 比如说阿富汗 阿富汗美国认为大概要半年才会打到克布尔啊 结果两个月就打完了 所以就兵败如山倒啊 所以我觉得 所以为什么美国要介入说 哎中国你不要资源俄罗斯军工产业了 结果情报也不查清楚 那个汪文斌当场就甩他一巴掌啊 就说据我们了解 百分之六十的零组件来自西方啊 结果有人去查啊 听说是从中亚乔治亚那边进去 因为乔治亚跟西方 现在中亚有很多国家 很多是跟西方比较亲西方的 他们不喜欢俄罗斯啊 所以他们在跟西方做贸易啊 结果一转手就转给俄罗斯了 所以我说美国现在就是啊 我觉得美国这一年来的表现 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抓不住 就搞不定 那这个世界的问题越来越多 那美国对全世界搞定的人力越来越差 比如说阿拉伯 这个是布林肯第七次去中东 你看你这样会被人家看衰 你第七次来 然后也没有办法阻止以色列打拉法 那你美国来有什么屁用 所以你说那个沙国的外长对他讲的很难听的话 这个坦白讲我也要讲一句话 那沙烏地阿拉伯做了什么 我坦白讲啊 沙烏地阿拉伯啦阿联酋啦卡达啦 你们这些有钱的顺尼派的 这个穆斯林国家啊 你们有制裁以色列吗 没有啊 我们反而是看到亚洲 印尼跟马来西亚在制裁以色列 你不觉得这里面有玄机吗 所以坦白讲阿拉伯他们自己的问题啊 你们自己不团结也是主因啊 不然坦白讲这个制裁 不是应该从阿拉伯半岛开始吗 那埃及也没有制裁以色列啊 我讲白了阿 埃及的天然气还从以色列买的啊 是 所以我说啊 你自己都搞成这个样子 所以为什么会搞成今天这个处境吗 你不团结嘛 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个处境嘛 那当然美国也是非常糟糕啦 布林肯第七次去 如果你一回国了 然后拉法战争就开始了 我看真是颜面扫地啊 所以会不会有最坏情况是 美国希望结束的战争 尾巴停不了 就不能停不能停的 乌克兰马上要结束了吗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俄乌战争在现在所看到的局势里 真的对乌克兰非常的不利 包括有棄手的 溃逃的 等着投降的 有没有可能真的提早结束战事呢 小舰长 美国最担心的就是主持人 接列纪念 他打下了这里之后 我们有没有看到 这里还有一个三角也往前打 当他开始往前打的时候 这里面又变成一个口袋 这两边的部队一合围 然后这中间的乌克兰的部队 又被歼灭了 所以这个也就是 刚刚我们来看CG字卡的时候 他为什么不断地讲到说 只要是督战队被干掉了 其实大家都投降 因为现在以前是规定三年 也就是36个月 你只要在战场上面 存活下来你就可以回家了 现在这一条已经废了 意思你就是打到死 你才能回家 对那还不如投降 投降还可以等某一天 可能可以回家 另外如果我们看 我们台湾的自由时报的话 我们就会看出很奇怪的东西 他就是说 他怎么说 他说乌军成功固守 掌控战事 这个跟我们讲的基辅独立报 一模用引用一模一样的照片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基辅独立报 他都在讲说 俄罗斯在我们刚刚讲的 奥切涅济涅 这里站稳脚跟了 所以我们这样讲 其实我们来看俄乌战争 我们其实都看到的是认知作战 那这个认知作战 现在回到美国了 怎么说回到美国了 也就是以色列的问题 以色列现在很可能被 以国际刑事法院 把以色列的总理 国防部长 参谋总部长 全部以送交到国际法院审理 他国际法院只管四个罪 他的管辖权只有这四个 灭绝种族罪 危害人类罪 战争罪 侵略罪 这四个 觉得以色列哪一个符合呢 通通符合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 以色列总理 纳坦亚胡 真的开始紧张 所以极抠拜登 拜登能帮得了他吗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真的很难想象 世界上两个地方战争 都还持续没有办法结束的 包括俄乌 包括乙巴 那当然台湾不希望 有这样的状况 但以这些国家为鉴 台湾怎么看待这些战事 也是关键 其实我讲实在话 现在乌克兰的情况 真的是蛮危急的 因为你看从开战到现在 你很少听到他们说 一下子被包围 或是一下子遇到困境 就整个旅投降 这种状况 以前都没有出现过 那这代表是 这是整体士气崩溃的 打太久了 那这种东西会有骨牌效应 你一旦有人投降的话 接下来可能一整排的投降 你的防线 你那个防线整个就直接溃散掉 那是非常可怕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情况非常危急 可是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美国对以色列跟乌克兰完全是大小野 好 说讲 现在乌克兰状况是 美国如果不紧急把军援送过去的话 可能他前线真的会撑不住 会一泄千里 然后结果你们对以色列应援的这么勤快 对乌克兰就在那边慢吞吞 那你再不加紧速度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现在还在去讲说 这种拍卖苏联时期的老爷机 你弄这来干嘛 一点用都没有 你不如直接给他无人机 不是又弹劲人绝了吗 那种都还在机械雷达 而且他到底妥善率怎么样都不知道 能不能飞都不晓得的东西 你把它弄来干嘛 我觉得这样搞下去 乌克兰真的会被他们搞死 这叫飞行员送死 是啊 我如果是飞行员我会拒绝上去飞 因为那上去也是死啊 而且根本完全没有办法执行任务 那反过来说 以色列现在 其实以色列有点像脱江爷嘛 他就是你们要阻止我 我让你们来不及阻止我先弄 那造成继承事实之后 让你们没有办法吃后悔药 那我觉得这样做法是很恶劣 其实这样会让拜登的处境越来越艰难 不要忘了拜登现在正在面临 国内学生的强大压力 你如果以色列持续这样抱走恶搞的话 我不知道他要怎么样去平息这些学生的风潮 然后再加上现在你看布林肯又再去 我跟你保证他这就去大概无功而返 因为每一次的情况都是一样不断的在重演嘛 观众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浅秋 首先介绍这一节 公计讨论国际及国内议题最新话题的来宾 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 郭正亮 两哥 大家好 平安 知识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海军舰长 吕理师小舰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几个最新消息 当然日币一直扁一直扁扁到说亚洲快要货币大战了 那扁到当连国内都在喊说 央行 日本的央行怎么都不管 还在躺 躺着不管是吗 但昨天各企业大家各种的分析 包括了我们来看这个最新的是好了 台湾的企业投资东升西降 这样的说法是来自于民事的报导 他说在投资金额来讲 台商去投资美国的金额要有2.3倍 对比前一年 但对中国的投资只增加了17% 看起来对美国投资多了很多 其实我们实际算一算 台商对中投资2017年1.9兆 同期对美投资是6.79倍之多 那所以现在算一算2023年的确来到的2.2兆只增加17% 但金额算一算仍然规模 还是比投资美国的多很多啊 所以重点只是要告诉大家说 美国的投资影响力 算算两岸之间的关系不好也没关系吗 但日元却影响了整个亚洲 包括股市货币的市场影响非常的大 那么日元失守一度 今天在一直掉一直掉的情况之下 失守了160的大关 创34年来的新低 那这一场外汇市场的贬值呢 吓坏了很多人 当然中间一度后来拉回来到了155左右了 那狂跌之后终于啊 日本央行就出手了 因为昨天日本央行还出来洗地 说我们其实对观光事业还是很好的 贬值不一定对日本的经济不好等等的 但实在被骂到不行了 今天也真的出手 狂卖美元了 所以日元走低的根本原因在于哪里呢 美国当然就三高嘛 高经济成长率 高通膨 高利率 现在还没有到降息 因为现在通膨数字又往上走的情况之下 日本政府就算采取措施 有没有用 当然国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分析师甚至认为 以吸引观客也吸引投资 对日本政府有好处来帮忙强调说 这样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日本央行终于也忍不住了 因为这影响的太大 他只好开始抛售美元 那来看看日元重创之后 专家示警的是什么 这个汇率的波动战 两国冲击将会最大 分别是韩国跟中国 那么先进和道士说 人民币贬值啊 可能会导致资金外撤 连带影响中国政府的形象 搞了半天 又是影响中国政府吗 而川普则是说 日元大贬是美国的大灾难 怎么说呢 因为这种日元跟美元的不均等 一直贬下去的情况之下 美国出口竞争力 当然就下降啊 没有能力抗衡对手啊 所以他说我自己在当总统的时候呢 一定会遏止美元过度升值 谴责拜登对这些事情都放任不管 那当然有一些报道都特别强调说 到日本去爆买 这种中国大陆的民众或游客的情况 已经实在不一样了 现在叫做从爆买到爆入 怎么说 就是日本东京 中国大陆的人口急速增加 再看到街上很多中文的招牌啊 进入超市 甚至有完全的说中文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还有七成的客人 中国人 这种形态已经越来越多 东京文京区也成了中国民众的聚集处 成立的公立小学在这五年之间 直接外国籍儿童增加了一倍之多 所以现在连哦 比方说自由社报的标题嘛 就是看起来就很反中 日本有个交室案 身份曝光之后 发现是一个中国大陆籍 规划到日本去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口 结果呢 标题就特别讲人家说是 中国移民太惹人厌遭杀害等等的 这种就很针对性的这个标题 那真的是已经把人家动机等等 直接人生毁灭 是不怕被死者告 家属也会告你的嘛 那嫌犯 嫌看不见富士山 中资犯店偷砍邻居的树 然后事发一个月之后等等 命案加偷砍树 中日的仇恨情绪显然还是在的哦 那当然日本的五名国会议员 在钓鱼岛的水域去视察的时候 居然也遭遇到中国海警船对峙 那尾跟随之后呢行驶还有最近距离 大概就一公里左右围绕在周边 也给他们很大的压力 就算议员在船上也是一样 那么当然美国呢很多州拒绝买中国的这个企业啦 工厂啦甚至当然不用讲是 IT这晶圆的高科技活动 所以这经济活动 美国跟日本同样的都希望能够阻止 中国大陆来对于国内的影响 但事实上是很难控制 甚至现在它的强势 却也是越来越引起了美国的关注 日元的大扁 今天当然就是一个大家看起来一个指标的关键 亮哥 这个日元失守当然日本央行要负绝大的责任 比如说我们一看最新的美债交易 那个日本还买进了一百二十几亿的美债啊 你怎么不去捍卫你日元呢 还跑来买美债 那中国跟香港在今年二月的数据 是卖出一百三百六十亿美元 美债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日本央行当然还有包括那个日币的币值啦 就你币值扁 然后那个利率跟美国有那么大的利差 美国现在平均利率是5.5以上 那你日本的利率只有0.1 你去想一想 你的币值也扁 利差又大 那日本的钱当然都跑到美国去了嘛 这还用说吗 事实上中国连中国都有这个现象 你就不要讲日本了 因为去年美国是暴力升息嘛 没错 全世界都一样面对美元暴力升息的结果嘛 连中国资金都外流 何况是你日本 那中国大陆当然他有政府的决策嘛 所以他就不能让那个人民币贬得太多啊 因为他毕竟也是进口大国 那日本央行给人家感觉就是都不管啊 是 坦白讲这个岸田会输成这样 我认为央行业有一定的责任啊 就是因为经济不好嘛 不然坦白讲日本跟美国现在是处于有史以来最好的情况啊 对不对 岸田认为亲美也许可以拉他的支持率结果也没有啊 众愿全败 那显然就是经济嘛 日常的生活 所以这个还是 我觉得这个还是政治的根本啊 就是你要把经济弄好啦 那 那这个 大概就只有两招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第一个就是你要不要升息啊 那日本那个央行就是升息都是小儿科嘛 从负利率-0.1 升息到正利率0.1 请问这样增加多少 增加0.2 那你0.1也没用啊 美国是5.5啊 差距那么大 对不对 所以所以我说 这个 然后另外就是你的币值嘛 你并没有进来保护你的币值嘛 所以你的股票就一直涨啊 股票涨有屁用啊 你可能要做的是缩表吧 买进日元吧 等等啊 不管啊 反正当然也有人是从 是不是你的经济的竞争力出了问题 从更深的来看你的结构啦 那这个当然也是有关啦 就是说 照理讲 因为从安倍那个时候三支箭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嘛 说我贬值啊 看能不能扩大出口啊 那出口还可以赚进一些外汇啊 可是这个现象并没有看到 并没有看到 所以 照理讲他已经贬成这样了 那结果增加了大概是旅游业啦 我们台湾人就特爱去日本 就是东西都好便宜这样 可是照理讲应该会增加 他日本的出口才对啊 可是 大概除了丰田之外啦 丰田就变成日本第一大企业 可是其他 其他并没有那么明显的转机啦 有的当然就是他国内 有一些资产就有人进来大买啦 比如这日本的房子 因为日本的房屋是 外国人是可以买的 那我了解有非常多的台湾人 大陆人都跑去日本买房子 事实上中国大陆 去年六月日本有公布 这个移民嘛 移民了三百三十几万 中国大陆占了78万 将近四分之一 非常高的比例 那 我看这里面有一大堆人去买房子 便宜啊 就顺便 那更何况有些人不是移民 也照样买房子啊 所以喔 这个 所以有人在谈论那个大陆的房市说 你为什么不准外国人买房子 搞不好你现在在低点 也有人愿意进场 不管啦 我的意思是说 日本可能好道的就是旅游啦 还有房市啦 可是 米奇他的 该有的贬值带动的出口的竞争力 感觉没有看到啦 大概除了汽车之外啦 可是 汽车在中国的市场 第一季它 巨降的百分之二十 那这个表示人家的产业在崛起嘛 所以最终还是 你的经济的竞争力啦 然后 你的央行的措施太被动 太保守 那就造成了你今天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了 我知道台湾有些投资者还去买日本的山啦 买一座山 也可以投资 然后像比方说观光客 因为观光客量 尤其五亿长假来了 黄金的这个假期 观光客变成被他们日本人形容是观光公害 有各式各样的措施 要阻止观光客 连富士山什么都要挡起来拍 我是觉得当然观光客有的时候会造成当地居民困扰 可是 如果你又把他们挡住的话 那日本 你现在日元贬得这么重 你又不靠观光客 那你到底要靠什么 我也不知道 那实际上因为日元贬值的关系 其实最近真的很多 不管大陆也好 香港也好 台湾人也好 都去日本买房子 但去日本买房子真的要注意一点 就是你外国人是不太能够贷款的 你大概都是要拿现金 你要直接去买 所以也不是资金不充裕的人能够买得起的 所以呢 我觉得日本现在这个状况其实很诡诀 你的央行持续这样放任他不管的话 这个到最后对你的经济不会有所创伤吗 那我觉得 谢金娥讲的更好笑 人民币贬值会导致资金外側 零贷影响中国政府的形象 所以日币贬值就不会影响日本政府的形象 为什么 我不懂 所以这什么逻辑 我实在搞不太懂 那至于自由时报讲这一个 什么中国移民太惹人业 你知道这个宝岛龙太郎他是怎么吗 他其实就是因为日元贬值嘛 那再加上疫情嘛 所以他就是趁着日本景气低迷的时候 然后房价下跌的时候 在那边买了一条街 厉害 对啊 听说那条街就直接被他命名 就宝岛街 因为他就宝岛龙太郎 然后听说这样子挡了很多人财力 然后所以听到他一口气开了14家店 在那个街上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仇怨被人家杀害 目前不知道 但是我就觉得自由下这个标题 他那么爱台湾啊 系买成宝岛 对啊 就改成宝岛啊 名词就叫宝岛性质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自由下这种标题是有点太过头 人身攻击吧 那当然我必须讲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 你移民如果大规模进来 一定会跟当地居民造成冲突 这是必然的结果 那日本其实传统上是不是那么欢迎移民的国家 我讲实在话 对相对的保守 日本其实对外面是有点排斥的 对外来民族是有点排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冲突是不可避免 未来在日本社会一定会发生越来越严重 但是问题是日本现在因为他自己少子化的关系 你如果没有靠这些外来移民的话 你的人口下降的会更厉害更剧烈 所以这个对日本政府也是两难 那我觉得日本政府自己要考虑怎么去解决这个冲突的问题 那至于说这日本五名国会议员在调一台水域视察 你们不觉得这跟什么东西很像 跟菲律宾超像 这一样啊 这个美国版的碰瓷党啊 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找了一堆议员啊 菲律宾也是一样 找了一堆议员记者啊 然后就在那边巡视 就等你海警船过来最好能够撞 大家撞在一起 然后就拍一些照片啊 拍一些冲突的场景啊 然后回去又可以大肆宣传 那大家都一样 只是我就觉得光做这些东西 我个人是认为无助于解决事情 其实要解决事情是应该 我们现在是文明社会 大家应该尽量用谈的方式 而不是用这种你碰瓷过来 我碰瓷过去 这样子除了造成更多的这种仇怨之外 我实在是想不出来 这个对谁有什么好处 那美国当然 他现在防中国大陆是越防越紧 所以呢 他以后类似这种禁止中国大陆的法令 其实会越来越多 我相信美国未来大概 不只是你不能在那边买地建厂 你包括在那边留学 很多东西都会开始进 我认为是这样 他会逐步的减少 自己跟中国大陆的文化交流 有跟接触 这个就是虽然拜登嘴巴上讲的 是不会跟中国大陆脱钩 实际上他就是在往脱钩的方向走 是 小警长怎么看 钓鱼台周边当然已经不是短期一次两次 是最近长期以来 日本一直在叫啊 一直在我们海域 而且频密的程度是几乎每天都来 所以五位议员去 当然也是知道一定会碰到 相关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刚刚主持人说 他是持续保持 那我就拿出一个证据来 以中国海警在微博上面的网站 如果我从2021年来看的话 2021年他元旦一开始 就是1401号船 然后在2022年就是1301号船 那到2023年1301号船 那那个2024年 因为小警长一天到晚引用 他就不写哪一艘船 但是意思也就是 这个1301号船 他其实是3450吨的海警船 那这一次其实是日本的前防卫大臣 道田鹏美去了 然后他还说 他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然后他说 他其实这后面这个岛 也就是刚刚在CG上面 所显现的钓鱼台 那个一公里 一公里其实只有0.539海里 也意思就是 这个早就已经进到 0.5海里面 可是我们仔细看 这边有一艘船 就是他们这边 叠叠加加加 这么多艘船 这边有一艘 2502号的中国海警船 那这一艘船 事实上我们这样看的话 那它已经在 确实的 已经在后面这个 钓鱼台的 0.5海里面 而且我们刚刚讲的是 长期的在这指法 然后当然不是只有如此啊 他们还在上面放飞了 无人机 放飞无人机有什么稀奇 本来不稀奇 可是我们仔细看一下 它放飞的无人机是什么 大江无人机 你到了钓鱼台 结果你放飞大江无人机 这就告诉大家 其实怎么样禁止 中国大陆的产品 其实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 因为价廉物美 你美国你出得起吗 连日本你都出不了 这种产品 所以你没什么好讲的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 这个 这一次所出现的 那个 2502号船 其实它也就是我们这边所看到的 5000吨 5000吨的这个船 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寒警 如此的维护我们中国的海江 我们看看我们台湾是怎么样 我们台湾在2012年的时候 我们只能在炸弹上面写 这是要去石家靶场 那个对地演训的F16上面写 钓鱼台是我们的 这是2012年 现在大家搞文青 做弊章 钓鱼台是我们的 但有实际活动吗 没有 对得起 那个我们这些在台湾的国军 你对得起你黄埔 你的这些学长 你对得起你那个 当初如何的开疆辟土的 这些先贤先烈吗 当年还有金介兽 回去渔船上面 绕一绕是不是 erkbab エ listing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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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